气派外观黑橘配色十足强悍风格 这是网红馆长陈志涵 2020年在台中市北屯区开设的健身旗舰馆 号称赤字两亿重金打造 但还没开幕就充满话题 2019年健身馆筹备期间 馆长就曾遭该场子前陈珠人 透过电话警告做生意小心点 而2020年8月底就在台中馆开幕前夕 馆长陈志涵在新北市领口店 遭人枪击受伤主院 一度遭怀疑和插旗台中有关 另外一名言戏男子疑似不满 馆长直播言论多次到场馆丢便当 撒金纸两度遭到法办罚款 没想到如今又遭小货车冲撞 我觉得是个人的因素 那不必要把它太刻意扩大成什么 什么政治立场的 案发后粉丝照常上门见身 不愿多做揣测 不过馆长前一晚直播大胆怀疑 嫌犯动机恐不单纯 我不会与人结怨 我唯一与人结怨的就是民进党 还有侧义们 与人就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 整天在讨论政治议题 不过经警方调查 撞门和政治无关 明明就是一起疑似求职纠纷 引发的治安事件 邀请馆长迈勘夸 如果涉及到求职纠纷的话 也可以找劳工局来咨询协助 乱带风向没有意义 我们严正谴责任何的暴力行为 但是我认为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无意的来指控 这跟民进党有关 就是毫无根据的这个推测 网红馆长台中健身会馆盛名之类 从筹备到现在营运争议不断 如今冲撞事件又上了社会版面 明日新闻台中综合报导 COVID-19来势汹汹 明日新闻为您提供最正确的防疫资讯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自选50自选20 加入明日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